其實中方做什麼事情都沒有目的 甚至都會在裡面暗藏統戰的動機 但我還是要說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它 是不是放多少統戰的目的 但只要大家可以以對等跟尊嚴的態度 我認為我們不會去抹殺所有可能的善意 但他們有在平台設立一個台灣小生 然後2015年就已經成立了 但到一開始還有一些台灣人會去 但現在好像都已經變成鬼城 我其實你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他們一直以來都把平台當作是 要來吸引台商 或者是過去希望一些台灣的年輕人 去那邊創業投資 可是我想大家其實如果現在你可以 這個在網路上面 你也看到很多的資訊跟影片 確實現在整個平台的發展 跟過去中共宣稱的 有非常非常巨大的落差 那很多人去了以後發現 真的跟想像的不一樣又回來了 那也包括現在中國在經濟上面 出現很巨大的困境 所以我想這些問題都是中方自己 也必須面對的問題 那不管是台灣也好 不管國際社會也好 確實現在對中國在經濟方面的宣稱 常常都會打上一個比較大的問號 中文字幕志愿者